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即将登场的男嘉宾他是谁 各位女嘉宾好 我叫李夏俊 我来自辽宁沈阳 今年21岁 我的交友选是我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找到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详里的那个他 谢谢 李夏俊 你好 嘉宾 加油 好了 来 姑娘们 让我们一起用全场亮灯的方式 来欢迎来自沈阳的李嘉宾 先看一看我们30位姑娘 找到那个第一眼看上去 你就想跟她约会的人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这个帅帅的东北的爷们 各位 这个环节是可以随时灭灯的 一起来看短片 大家好 我叫李夏俊 很多人呢 说我看起来比较淡膜 还有很多人呢 说我长得比较像李宇春 很多人觉得我看起来比较阴柔 不能够给女生足够的安全感 但是呢 事实并不是这样 没错 我是一名台湾道教练员 在沈阳的一所大学教台湾道 同样呢 我还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所以我现在还在求学 是因为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都在整队进行专业的台湾道去练 当时梦想着有一天能进入国家队 为国家徒征世界比赛 可是呢 在一次比赛中 我的脚步受了很严重的伤 是我不得不放弃这个梦想 不过呢 我现在还在从事 就是跟这个梦想我关到工作 现在我除了教一些台湾道以外 还可以去健身房 担任一些私人教练 这样可以多攒点闲 以后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道馆 说到感情呢 我讨厌那种 脾气特别倔 特别大 还有一些公主病的女孩 我喜欢呢 比较乖小一点 听话那种类型人的 因为我本身有一点点的大男子主义 如果我喜欢一个人 我会去管住他 照顾他 我希望在今天这个场上 能遇到这样的女孩 我是李嘉宇 我们约会的 姑娘们唱完爽听之后 对男嘉宾的印象 台拳道我觉得不错 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有点才华 就是会运动啊 这些就比较强的这些男生 然后长得挺帅的 这一点就够了 确实啊 你看他那个连环踢腿 左右开工的感觉 真的很潇洒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吧 气场还不够足 因为其实别看我长得跟 就是小女生啊 特别文文若若的感觉 但是我不是那种娇小的女生 虽然没有公主病 但是我也没有做不到小鸟一人 人啊 人啊 还是内敛点比较好 没听说过那句话吗 树欲秀 而封闭催直 所以像这样最安全 她是火星来的 火星 没有 火星来的 跟我们许磊一个地方来的 是吗 什么呀 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呢 男嘉宾长得 其实不是很像玉春 像小了一圈的那个金钟国 对 有一点 然后男嘉宾 你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就是那个脾气一点都不倦 又乖 又听话的 但是有一点点公主病的女孩子 然后我觉得男嘉宾会那个弹拳道 特别的帅 可不可以 就那个表演一个人家想看 就那个 那个 就是首批那个 你就给我来一个吗 在台阶道里叫什么 叫手刀 手刀 那你来不来呀 有刀具就来 你看说来不就来了吗 我来给你举着吧 还真有 你举了真没有 来 吉明哥帮个忙 不行 我要举 来 来 来 你小心不要受伤了 来 等一下 小心啊 不要伤着她 好 来 拉住啊 好 来 拉住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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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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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真的需要点功夫啊 这个人人都能 就是疼一点是吧 对 好 坚持过了吧 超好的 哪都好 好 来 24号 潘洋 你这一上来气势特别足啊 像左看右看的 你受不了那公主病的女神是吧 对 特别受不了 我是有点女王病了都 我喜欢男生把我捧在手心 你吃不消吧 很难做到 你喜欢小鸟依人是吗 对 哎呀 那咱俩不合适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那个就是我是属于那种 小鸟依人的女生 然后我就是对男生也百意百顺嘛 然后你刚才一上台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就是软绵绵的 像那个糯米茨小鸟一样的 就啾啾啾啾啾 然后啾一下掉到地上了 因为因为它没有力气飞嘛 然后就掉了 因为感觉整个人都是软绵绵的感觉 然后看了你刚才的VCR 就觉得你好有力气 然后就想问一下 你们不是练跆拳道会要叫一声 就是出击的时候会 哈一下叫一声 你能不能叫一下试试看 可以 哈 噢 赞 赞 三十二个赞 他喜欢把这个喜欢的男人啊 用动物来形容 你觉得他像什么 糯米茨小鸟 就是那种软啪啪软啪啪的就是 卡通小鸟 一只小小鸟是吧 对的 对的 很像糯米茨 好 糯米茨 谢谢你 十六号 吴希 我跟你说我从小就特别喜欢 单眼皮的男生 然后我之前所有的男朋友都是单眼皮 所有的 记住这句话 其实我不是单眼皮 你特意弄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怎么样 朝二十号差那么一点点 在伤心吗 好 这个就是看完短片之后的 第一眼的印象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男嘉宾 在情感方面 都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来 一起进入 大考问 考问开始 女嘉宾 我来做一个调查 你们觉得男嘉宾谈过 三次以上恋爱的起举手 男嘉宾 你自己交代一下 你谈过几段恋爱 一次也没有 基本连女生的手都没有牵过 你身边就没有女生 主动追求过你吗 有 是有 但是没有碰到我自己喜欢的 你也没有主动追求过 别的女生 是吗 至今为止是没有 你向往的感情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男生 我希望他有一段不分手的恋爱 考问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